大家好,把豆腐倒入绞肉机里,往里面再加入几个鸡蛋,出锅真的是太香了,营养美味,连挑食的孩子都抢着要吃。 这道美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豆腐和其他食材进行了巧妙的搭配。 最后的成品色香味俱全,让人好吃到停不下来。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嫩豆腐,先给它切成薄片,豆腐富含蛋白质,它营养丰富,口感嫩滑,很适合老人孩子们吃。 再改刀切成长条,最后切成小巧可爱的小方块,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绞肉机里。 下面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往里面打入四个鸡蛋,这些鸡蛋就像是一个个浓烈的小太阳,散发着生命的气息,加入少许的白醋去腥,然后再将鸡蛋慢慢地倒入豆腐里,往里面加入100克玉米面。 玉米面是粗粮,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对身体特别好。 一勺食盐,食盐可以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让食材变得更加鲜美,少许的五香粉,五香粉给这道美食注入了灵魂,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用搅肉机搅打三分钟,使所有的食材在搅肉机高速的旋转中相互交融碰撞,搅好之后倒入碗中。 然后准备一把生菜切成小块。 生菜可以多切一点,这些生菜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使做出的食材也有一股浓浓的菜香味。 切好之后放入豆腐里,再准备一根火腿肠给它切成小丁,这里不喜欢吃的也可以换成香肠。 切好之后和生菜放在一起,再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先切成薄片,再切成粗条,最后切成小丁,平时要多给孩子吃一些胡萝卜,对眼睛特别好。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美食的诱惑无法阻挡,每一道美食都是生活的馈赠。 接下来电饼趁预热,刷上一层薄薄的使用油, 然后倒入面糊,给它摊成小圆饼。 上面刷一层食用油。 撒点黑芝麻增香,加入黑芝麻可以为这道美食增添一抹独特的风味。 底部定型之后给它翻个面,再烙另一面。 烙至像这样两面金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就可以出锅了。 豆腐这样做松软心香,里边有菜有肉有鸡蛋营养特别的均衡,做法简单,孩子也特别爱吃。 无论你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制作。 如果你也喜欢,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让这道美味的豆腐小饼为你的餐桌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也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份小小的幸福。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感谢您的支持,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